4月11号电视剧《新寻情记》在横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媒体探班 吴奇隆、陈祥、郭小婷等主演悉数到场 近几年来很多明星都开始做起了导演、监制、艺术总监等幕后人员 并且都获得了不亚于他们演艺事业的成绩 而我们的四爷吴奇隆担任此次《新寻情记》的艺术总监 会不会创造和他演艺事业一样的辉煌呢 我们且静待开播吧 作为艺术总监的吴奇隆说起挑选男主角也是特别的挑剔呢 戏的内容本身包括我们的演员的团队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大家有合目一新的感到 那当然鲜肉是重要的 但是演技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必须是鲜肉又跟演技又相当 对吧 所以我们这次挑的演员其实要颜值是肯定有的 要演技也是肯定有的 那在这上面我觉得我们同时下功夫 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本身都很努力 所以我相信出来的效果一定是让大家我们相开的 该剧根据黄毅的原著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再一次时光机器的科学实验里 香港警务处药员保护组警员向少龙穿越到战国时期 因而阴差阳错的发生了一些体效皆非的故事 作为观众最最期待的作品之一 《寻情记》开创了很多电视剧先河 对于这次出演男主向少龙的成响而言 新版《寻情记》会是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翻拍的不是老板 我们翻拍的是《寻情记》 对对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创新 如果是翻拍老板的话 那和之前的故事一样就没有一个新鲜的东西了 所以这次你看我们的出场也会和以前不一样 那么这次也是在太空飞船里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船语 所以我觉得这一版一定是比较热血 比较年轻比较有活力的一版